正本清源 时事评论 从烟台大学江苏大学封校谈起 作者小明 前几天在一个餐馆吃饭 和餐厅老板闲聊 问生意可好 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 昨天烟台大学发现了珠流感 学校封锁校门 开在烟台大学校门口的餐馆 一下子就冷落下来了 平时每天营业额过万元 现在关门了 今天又听朋友讲 最近江苏大学出现珠流感 现在封锁校门了 表面上看来 现在社会人来人往 很可能珠流感已经大面积的蔓延 由于现在处于十一前夕 中共没有向人民公布疫情 大家不会忘记 2003年SARS在中国大面积的蔓延 刚开始也是隐瞒疫情 实质上SARS在2002年底就出现 后来隐瞒不住了 不得不播报 因直言上书的蒋燕勇医生 至今不能出国访问自己的亲人 前不久看到说 北京到处消灭老鼠和蚊子 怀疑珠流感已经在军队中蔓延 看来所言不虚 别看中共的江山 看似铁桶一样 殊不知 人不治 天治 原子弹再强大 能挡得住瘟疫吗 古罗马帝国多么强大 在四次大瘟疫下 古罗马走向了灭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古罗马愚蠢的国王尼路 迫害基督徒 造下了滔天罪行 神不放过他 三百年后 基督教成为政教 今天法轮大法在世间红传 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大法已十年 成千上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遭受迫害被关进牢房 三千多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 中共邪党犯下的罪恶 为昌天所不容 天灭中共 马上就将成现实 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党团队员 当然危险 还没三退 退党退团退队的人 赶快退 文艺来了 保命保平安 要紧